頭戴加費帽頭套 手拿捐款功德箱 創意的裝扮十分吸睛 還有今年電影最夯的英雄人物 雷神索爾 鋼鐵人跟超人 都破天荒的齊聚一堂現身 他們可是為了參加一場比賽而來 前進大海PK衝浪技巧 這邊只是東北季風的時候 風會比較強 不然非常適合初學者來到這邊重浪 比夏天來得好 對 這邊不輸墾丁 就是很特別啊 有別一般正規的比賽啊 大家可以很放鬆 玩得很輕鬆這樣子 很開心 電影人物現身在海中衝浪 畫面看起來趣味十足 而這個點子是出自市府 因為大安海水浴場 今年8月份就開放衝浪等水上活動 而這陣子又適逢西海岸地區 吹起強勁的東北季風 也是衝浪的好時機 因此市府臨近一動 推出變裝衝浪比賽活動 今年第一年 這也是我們大安海水浴場 這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一個衝浪的比賽 那我們希望啊 就有這樣的趣味性的來做一個低一點的比賽 未來我們還希望這個衝浪區也可以有包括風箏衝浪 還有這個相關的這些衝浪的一個使用 還有未來包括我們水上的摩托車 我們都會考慮在這個區域裡面開放給提供給年輕人健康開放的一個油氣的一個場所 台中這個地方有很好的地方 過去一直都沒有在發展這方面的運動 我們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們會要求市府積極來規劃 都來舉辦這個類似這樣的海洋活動 同時也可以帶動很多的觀光人才 在大海的另一區還有許多風箏衝浪好手 在海上乘風破浪秀炫技 展現帥氣的音姿同樣吸引眾人目光 而主辦單位表示除了屍體的衝浪之外 現場還規劃力掌衝浪體驗活動 不會衝浪的民眾一樣能夠盡情歡樂 這就是王盛炫台中自放到 我們會想像這個 數字幕 而且呢 三個八個 我們會想像是 好